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的新闻联播时间 有什么开始呢? 由昨天我爆泄骂你开始 我讲的是原因问题 其实是一些原则问题 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周常做些很缺德的事 缺德的事我一定做得到 你肯定做得到更多 你肯定做得到更多 是的 人们常说你做缺德的事 但为什么这件事是缺德的问题 其实我们周常做缺德的事 每人都会做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那些缺德的事是缺德的 当然 明白吗? 所有说我们自己很开心 然后在打风 那件事其实是缺德的事 即是小缺德 其实是很小的事 但是 如果一个人说 为什么迟到 每个人都会迟到 明白吗? 你的解释是一个不能接受的解释 明白吗? 其实那件事今天是很小的事 我经常说 别人没有百万 拿一千元都会开心 是 那件事本身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是错的 但我说出来 我这样说出来 我就知道这件事是错的 我才会这样说 是吧? 你不能够倒错为对 虽然那件事是很少的错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很多人会犯了这个错 这件事会令到这件事发生 会有灾难性 就是那些人提出 限聚令 一堆人在酒店 开派对 那件事本身 我说 我都周时去吧 人家叫你 难道不去 有女儿? 都会去的 但是那件事 你把这件事做出来 就会变成了 你觉得很多人 不认为你做 而你呢 就是 老访了 就是犯了全世界的男人 都犯了你 犯了你犯罪 当初的时候 鬼不知什么男人 都会去滚 难道你遇到我老婆 说你去滚 然后每个男人都会去滚 就是不可以这样的 是很少的事 但当你觉得很少的事 其实每个人都会做的 但不是代表那件事 就是因为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倒错为对 嗯 我都可以confess 这种贱事 我做得非常之多 比上方只做得多了十倍 而且那人是更缺德十倍 嗯 很明显我是一个 比你更缺德的人 嗯 但那件事的问题 不是在 我激气 永远都是发生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事件上的问题 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即是你是一个逻辑的人 是 说到决德 我也有一件事 我经常都想分享 就是 我是差不多每天都游泳的人 我经常都发现 不是 是 咳嗓 尤其是一些 上一年多的泳客 他们经常都会 卖堂的时候 就会咳嗽 咳嗽 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经常都忍不住 就会出声 我说 大哥 你要是你跌高一点 就吐到坑渠 不要这样吐到水 但是 有时候我也会忍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 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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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他都控制不了 这个是他的习惯 他游圆五十米 他说他的气氛 可能又喜欢多谈 没有办法 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 最近 如果我看到他 身臟力很健大 但每次咳嗽 我就会出声 但是太老了 我也知道 这件事 有两件事要说 第一 很多人说 那些男人 在安寮之前 我会先摸谈 我发现我也有时候 这样习惯 即是 在安寮之前 我才会先摸谈 所以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本来不习惯 我不觉得事情 后来看到别人写 就觉得很好笑 第二 就是关于 我很暴躁的问题 那件事就是 那件事 你会发现 我去做其他节目是无功问题的 问题是因为在这个节目之中我比较容易露出真性情 就是会放一点点 其他事情就会是你会做了一个节目 现在我其实不是做的一个节目 对我来说是一个书法感情节目 所以跟其他状况是不同的 是一个书法感情节目 不管是否受欢迎 在我来说是一个书法感情节目 如果大家不见贵是最好 但见贵也没办法 因为那件事就是这样 我们先讲讲疫情 凌确诊 为什么呢 因为打风 就是那些检测中心停止运作 这个就是 那个检测能力 和你确诊数目 是否应该是成正比 今天应该有的 但什么都是单位数字 应该都是跟那个 香港官员乐团传播链有关 就是传播开了 有些家人 去了检测中心也确诊 一会才知道 但是香港的情况 零确诊 但是欧洲就大爆发 很厉害 周围都爆发 法国还要宣布宵禁 麦克龙就宣布 巴黎等主要的城市 例如马赛 大城市 宣布宵禁 由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禁止外出 去到这样的防疫 即是未来的 如果遗例就会可能被罚款 135欧元 差不多2000元港元 没有了 1500元港元 那就 要去到宵禁 不单止是法国 其他很多国家都开始 实施一些 措施 去 对付疫情 例如英国的三级制 利物浦进入了最高阶段的第三级制 食肆、酒吧、停业、学校 也要在家里受货 其他欧洲国家 荷兰、 捷克、比利时 很多国家都将抗疫的水平提高 去到宵禁了 即是用回中国那一套 他们已经错过了中国的时机 中国一开始爆发的时候 整座就封城 结果现在就搞定了 即是无法封城 现在他们已经拆开了 已经错过了时机 但问题 这个也是说 纽约和伦敦要开放 因为大家都要无法控制禁止 现在他去到这个状况 不如有些人死船 即是到了最后 他们会发生这件事 即是成为习惯了 另外还有一些案子 就出现了在美国的研究 BBC报道 就是二次感染的症状更严重 但现在很swear 即是第一宗就在香港 大家记得 在世界上有了零星 有些二次感染的症状发生 不用大入心 但问题就是 真的有二次感染 即是那个所谓 群体免疫的效果 要质疑一下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群体免疫呢 或者 如果二次感染的数目 不断增加 会怎样呢 这是我一直都质疑的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这些是属于 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RNA病毒 但问题一定是 属于很容易变种的病毒 如果很容易变种 你就很容易会二次感染 因为你是在感染的 当然不是相同 其实如果没有变种 你也可能会二次感染 就是很多年之后 即是你的抗体弱了 所以现在 如果你有二次感染 如果有二次感染的 记者就没有可能 群体免疫 而这个也是 我想以我的 忠实听众来说 很容易 自己说了一次 因为你的病毒变种 就会二次感染 另外有一宗疫苗的新闻 就是强生 即是Johnson 他们的疫苗 就停止了测试 因为 有测试者 有测试者 有些不良的反应 再看看情况是怎样 因为Johnson 可能是最大的疫苗 人们说 可能是美国最大的疫苗生产 即是又要押后 特朗普那天 最后的绝活 选举船 抛出疫苗 又遇到一个 这个问题 未必 如一如所料 就是选举前 可以抛出疫苗 因为距离选举 只有两个星期 这个居然 是 我会想到 一个体制问题 究竟 真是 资本主义体制 那个创新能力 和共产主义体制 创新能力的问题 人们常说 共产主义体制的 创新能力 没有了 创新程度 因为 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共产主义在商业上的创新 是很低的 即是说 发明一些 发明一些 商业用品的创新是很低的 但是 共产主义在科研方面的创新 是比资本主义更好 是比资本主义更好 即是 或者是当初的时候 亚徒悠悠 去做 清报数字以约缩 对 这些事全部都是共产主义的 发散 经常在读书的时候 看见那些人 经常在读书的时候 都读错了 香港人受的教育是全部错的 共产主义在发明 消费者和刺激经济方面 在科研创新方面 科研的能力 是比资本主义更高 但最近的十年也有两者兼得 如你所说有美濤瘦瘦 又有 抖音 抖音和瘦瘦瘦是一样大问题 但问题是 两者兼得 不是 一定没有两者兼得 其实它基本科研能力 是比中国低了 这些人经常不知道 其实基本科研能力 比以前更低 只不过 因为它以前可以举个体制 去做一些东西 或者大家不做什么 我指的 低了的意思是 是以相同的经济基础 去做出来 即是 你现在是有一一身家 那时候有一百万身家 现在当然是好过以前 但如果用相同的 用相同的钱 来做出的东西 它是低了 所以这个就是 因为美式的制度 是用很多钱 当然 是用很多钱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 整个 制度化 制度性的问题 做这些 突然间要 集合好多人 去攻击一样东西 那个能力是很低的 我这么说 即是突然间发生了一样 灾难性的东西 然后呢 申请不会再弃了 然后集中全国的人力 去研究一样东西 集中那样东西 即是你叫那个人 叫何大一 不要研究外资 不如研究一下这样东西 那样东西是不能够的 所以我说 为什么他们 你会发现 你以美国 这样的能力 因为如果以美国生物科研的 基础能力 是强于中国很多 现在也是强很多的 你现在怎么说 为什么他们的东西 弄得一样东西 其实原因是 他 调配的医疗资源 的能力是很差的 动员能力是低的 这些动员能力是低的 医疗动员能力 今次新型冠状病毒 肆虐全球都能看到 西方体制的弱点 即是原来面对 这么大型的病毒大流行 原来要是一些 比较 好像 中国式那种 军事式的 管理才能应付 中国本来是有军事式 中国到了现在 你说中国 如果是很难听我 其实现在也是军国主义 军即是各国 因为我对其他人 对我的军国主义的定义 是我自己发明的 不是普通一般的定义 习惯上不是习惯上的定义 我意思是 你的军队 在一个国家中拥有的 四 拥有的组织能力的权力 是大 比普通其他国家 即是军队的四越大 或者是依靠军国 去军队的 带动 整个社会 就是比较会接近 军国主义是一个 很笼 对于你英俊 高矮 是一个 占进式的 定义 不是很definite 总而言之 你越是军事统领式 越是军国主义 现在发现很多城市 宵禁 看看会不会继续下去 有其他更多 欧洲的城市 采用这些 所谓 军管式的方法 对付疫情 但是你的人不听话 我都说完了 我经常都说完 一个位置就是不戴口罩 你看到香港 受控 南韩受控 日本受控 大家都 起码90%的人 戴口罩 你一直戴 摸又随零的一件事 起码可以戴 他们真是不戴的 意大利人上班 现在国家要戴口罩 回去也是不戴的 我都说你一直戴 我都说你一直戴 戴了我不戴 对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想整件事是口罩问题 所以现在欧洲很多个国家 都是採取措施 就是要人在外出戴口罩 但是 做不到 做不到 他们说那些人很邋遢 欧洲的人很邋遢 鬼佬 鬼佬也很邋遢 鬼佬很邋遢 你们觉得鬼佬 很多人觉得鬼佬很邋遢 谁觉得鬼佬很邋遢 谁 不是吧 你接触鬼佬 你一定要知道 一定比中国人更邋遢 你看荷里活电影都知道 为什么 就这样回家就睡觉 你留意一下 哈哈 出来多踢她的鞋 就是很漂亮的女生 回家就踢她的两个高山鞋 就去睡觉 这是真相 她们不换衣服 不换衣服 好地下的 要多接触 好我们去另一段新闻 昨天 管浩明 香港性工会教省秘书管浩明 被传媒拍到他去了金钟的 台北经济文化 办事处导在窗户里遞文件 那些人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是私人问题 假扮私事 他疑问 一切都对得着孙天地良心 我就不会不便透露 但是不知为什么 那个file有陈同佳的字 被传媒拍到 也是特意的 不会 就是告诉你 我上来是搞陈同佳的事 应该是遞文件 但是好像说 遞文件 人家是不收的 就是要去 什么单一窗口 再谈 不知道 情况就是 23日之前 就去台湾 投案 这件事 应该是 没什么可能 如果 潘晓永的母亲 说的deadline 去不去 他就不会向台湾 求情 就是这样 没什么特别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做什么 他都没说做什么 他就在窗口 在那里 行礼如意 出来又被人拍到 陈同佳三个字 就是说 好聪明的人 本好美 好了 我们下一单新闻 邓炳强昨天就批评九龙城区议会 拒绝出席会议 14个区议员 就拒绝邓炳强出席会议 就说 14个区议员就说 邓炳强是 呃 怎么说呢 说他是政治样板 来到自己说自己话 邓炳强又反而批评回头 说你们 他说的东西是正义 是真话 是你们心虚 大家在互闹 区议会和政府沟通渠道 都是停止的 邓炳强的好处是 他不但可以撿回政府 而且他的口舌是好处 撿回警队 是正义 正义 而且他的口舌是很厉害的 其实去到区议会他每次都拒绝了区议员 是的 所以他把口很厉害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邓炳强也说 区议会一向有直播 公众可以自行判断 谁是说谎 谁是偎善 他说14个区议员面对他一个人 为什么要害怕 所以邓炳强是有了道的 有了道 看他说这些话就明白了 很多人就很厉害 很难 有人是 公众又可以 管理又可以 是很难都可以 亲眼看见他是管理 他管理之下是完全不同的 早点升他上来 又要排队 邓炳强是我们一直都欣赏他的 勇安直前 坚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维护警队的声明 维护政府是对的 这样说 不是一道 是一道的东西 即是现在不喜欢 我不喜欢 多次 所以我长期喜欢他 所以我们希望他都可以顺利做保安师 未来两三年 好了 其实他做这个位置是很好的 但不是说保安师是想不想有人替代了保安师 只不过想 不是啊 希望他做保安师 他现在做了一个位置 做到不上就退休了 然后保安师就无端失去其他的 地资 那些东西 其实 希望香港政府就 其实我希望他做政务师 我希望保安师政务师就尝了 但是问题是 邓炳强是警察出身 有没有机会上到这个政务师 你从唐英年也做到 你从唐英年也做到 我只知道你是其他出身都做到 我觉得他做不到特首 我觉得他做不到特首 因为 这么实干的人 香港 你叫我说 应该由 其实林郑月娥都可以 她替我跳过去做政务师 应该是一个强悍的政务师 然后特首就负责政治 吹水 负责公共工作 负责思考 特首不要这么辛苦 应该是因为政务师现在没有工作 现在我们的政务师 等下退休了 没有工作 即是政务师从来都没有工作 即是有一个 类似是首相式的 去做的政务师 然后特首 专心去理会 和中央的关系 公关 特首没有时间思考 香港那么慢慢 特首要多些时间思考 即是说 没工作要做 吹水 这种特首要做多些 我一直都应该这样做 应该多些落区 和见多些不同的人 不应该处理一些行政 对了 因为行政要交给下跌 即是现在你废了政务师 其实政务师应该要做所有的 那样的专严强 我相信是做得到的 是 另外 亦都反抛 王之锋 对十二个港人潜逃的说法 说王之锋就含血喷人 因为王之锋就经常说 香港警方 参与了那件事 例如派出飞行服务队 监视他们出了 香港水域 之如此 邓兵强就说 含血喷人 今天香港警方从来没有参与过 现在他们买船 在香港犯了法 然后潜逃 弃捕潜逃 纯粹一个问题 出了香港水域 就被中央的公安拘捕了 香港警察完全没有参业 亦都没有证据参业 非派服务队的问题 就不回答了 非派服务队的问题 是属于他的 非派服务队是否属于 我先说 他说当日的非派服务队的出动 为警方行动 没有实际证据 那是出动过 你是不是为警方行动 非派服务队不是 所以 他只能够证明 他没有为香港警方服务 他不是非派服务队 为了什么就不知道 即是非派服务队和非派服务队 没有一个官方的 说的 应该是这样的 他被问到非派服务队当日 是否巧合地出现在上空 警方就说 邓炳强回应 警方每天都有很多行动 跟很多部门合作 警方不宜透露行动的细节 反而会令到罪犯有机可乘 其实都是默认了 虽然说不是他 但他说是不同的 王之锋 是有确切证据的 我都说了当初 王之锋一说的时候 我一直都说他是乱吹的 王之锋一说的时候 我说这就算是大话 也是有识思的大话 我说的时候已经很小心 因为我听过故事 直觉上觉得 这件事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 警方不可能不掌握他们的 行程 如果警方掌握不了他们的行程 就是废了 对不对 就是警方多多少少 是知道这件事的 多多少少就知道这件事的 即是说 你现在要选 是警方废 还是警方知道这件事不说呢 那我联解后者 联解后者 你一定是两者必居其一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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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是后者 因为现在的政府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是前者 是的 但如果这样去做的话 就变成了他们一定是什么 但他们会多多少少有指控 所以我一听 这是一个你对一件事的判断是值得的 当初当时 Jordyn说 他们是什么月景 又是什么 我已经是神经病了 已经是罵了Jordyn 那些人是个人是猪 事实上当然 但王智庸说这句话 当初我已经说 是有声音的 还有是有针的 有声音的 很明确一听就知道 一听就知道是有声音的 好了 另一件新闻 就是 岑慕辉开记者招待会 指 这个懲教署多次拒绝了 议员的公务探访 即是在囚的抗争人士 刁难那些在囚人士 家属给探访就没有问题 议员公务探访会不会 议员有什么公务探访 不如说一说 你去探访你做什么 你去根本探访你 你的理由是什么 先说你理由是什么 现在如果是一个在囚人士 他的家属朋友可以探访 也可以 很多议员去探访你 高级监督就可以循视 对 但是对于沈奥辉这件事 一听到沈奥辉这件事 沈奥辉这三个次出现 我就只是想 喝一杯这个 什么呢 他有没有吸毒 因为人们常说他有没有吸毒 照计香港有几个 有些年轻的黄尸阵营 吸毒是很 很泛滥的 因为毒品是 追求反对权威 追求自由奔放是有关系的 就是 你不听说是有关系的 就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所以你在抗争主义的运动之中 是 见事打压力很大 你没有人被抓或者战斗 所以你很容易会谈到血吸毒 而且你毒品比较容易吸引 毒品比较容易吸引 就是我认识那些人去夜总会 香港最贵的夜总会 我认识那些人说 其实抗女儿很容易 他说那些人花这么多钱 他说他下班的时候 要求毒品让女儿下班来吸引 很真相 他说好过你花这么多钱 花十万也没用 不如花几千万元的毒品 收工来吸引 要上哪个就上哪个 其实你有毒品是很容易引到别人 参加你们的反政府行为 而那件事的correlation是很大 很容易人能吸引到 而且因为你来的 你很容易吸引到人 但是到了最后 现在有些 黄思政党少年 年轻的黄思政党 贫乃瓦解 就是因为 你吸毒很容易吸引到第一针 但吸毒很容易令到那件事 大家没有心情做 见识就瓦解 你是赞求涉美 很容易会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本身 在黄思之中 毒品泛滥 那些作者是很严重的 所以 很多人都在 公开怀疑 神万辉究竟本身有没有吸引到 所以才会特意 你说那么多东西都没有 我说了笑 你说那么多东西都解决不了问题 我做了一个问题 你个男丝没有了这个问题 怎么会是呀 那个因为是我们的 蓝丝没有女 我们应该是在 购问 那个叫做收费网站 出来的 所以就没有 有一个读者留言 如何解决蓝丝没有女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就不能解决 蓝丝没有女的 你解决不了 你会输狗条 有什么 没错 没办法 做蓝丝 我后生 几十年 20岁 我都做蓝丝 这也解释了那么多年青人 加入蓝丝阵营 去蓝丝 发脾丝 老修成怒 捉黄丝去坐牢之外 实际上 你真是没办法 解决 好 下一单新闻 梁振英就说要在网上公开那些教师的资料 失职的教师或者被人投诉去散播港独或者不正当言论的教师身份 教协就申请禁令 对梁振英的行为申请禁令 教协就批评梁振英制造文革式批斗活动 这个我们叫做前任特首 最近越来越精灵 做很多事情 给他做特首的时候就有所作为 我只可以这么说 大教协是这样做 我这么说 文革式批斗的话 当然他这个是算的 梁振英提出这个算 但是 算了都是没有文革式的 但是当初的时候 很多人都投诉 他们那些人是被 黄尸文革式批斗的 就是自己不敢公开意见 有个人你和我说 怕做教师是做什么 结果就是 去了很久也不敢回香港 你也说 他说之前穿了草 批斗得太厉害了 穿了草不敢回来 那些黄尸是去年年尾那些时间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做教师 就算是蓝尸教师 很惨 所以被人批斗 是不敢公开的 没有办法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只能够反击 你只能够用一个方法去做这个 因为文革式批斗这件事不是蓝尸造先的 文革式批斗是黄尸造先的 当然 文革式批斗 为什么要用文革式批斗 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 他是掌握不了政府机器 所以当你掌握不了政府机器 你只能用文革式批斗 去打击政府机器 用文革力量炮打司令部 没错 这件事就是黄尸一路做的办法 只不过毛泽东的时候 毛泽东还有一个 退落二线的权威威势 所以他就是做到了 而现在黄尸就被司令部反击了 这个意思 那司令部想想 你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如我就 不如我继续 你的批斗 其实做初一 不炮打司令部 也是黄尸来的 然后 我没办法了 现在我唯有用一些 给你们轻微的 现在公开公务员的东西 都已经比当初 至少你当初用的文革式批斗 比较稍微的 当然 现在你公开教师招式 只不过一个姿态 因为实际上那些教师 已经被告过了 是的 大家都知道 已经被告过了 只不过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政治的行为 因为当你公开教师招式 代表了 那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那些黄尸教师 已经全部都出来了 这是一个斗争来的 大家都在做节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当年 毛泽东 发动文革 也是做初一 他们对面也想发动十五 毛泽东 发动文革 的原因是 因为他坐斗了 是的 他们做初一 现在 黄尸发动这一件事 因为他们坐斗了 亦都是一样的 你做初一 那个政治的状况 是一样的 政治的状况 是一样的 斗争来的 就是说暴动 烧死人 就是说 现在你永远 所以我们这里 是最能够说 事实的 事实就是 事实就是 有几件事 就是 很多人大家都知道 黄尸其实是跟 六七暴动一样的 根本上他们就跟暴动一样 他们说暴动 自己就是 撒嵌宿撒 但是因为政府 不敢这么说 很多人 建制派也不敢说 因为建制派自己本身 就是当年发动暴动的人 所以他们就要 自己反英抗暴 他们就自己 不可以 而在那里 就是 所以整件事就是 亂七八糟 就是初一和十五的问题 初一和十五的问题 但是你就不可以说 你就不可以 其实 其实你们就是在做我以前的 做的事 当然不会这么说 所以就不可以 其实但是 而且黄尸还说 你们以前做的这么坏 我们都没放菠萝 都没在街上炸死两个小孩 这些说来说都是这些 是的 所以其实 我们是为了正义 你们是为了共产党 我们为了民主 为了共产党 当然也是为了正义的 我们为了民主 你为了共产党 大家 出来都是为了相信 不是 我为了民主 你为了共产 所以是不同的 我说是真正义还是假正义 你也说得好了 建制派他们就是因为 延连到六七暴动 有理说不清 其实两样是相同的 就是因为我说了 我说之前的教师的问题 教师的问题就是 他永远你说的问题就是 楊若彤不停说 你是一位宣传港独 而我就是因为你是racism 這件事雖然說一個人的一個種族問題是普世價值 而香港獨立沒有違反普世價值 如果一個黃燒說是香港獨立 有什麼不對 你必須要兩個爭拗是一個共同的價值 如果你罵他一件事 如果他根本不以為此 那件事就不是一個罵而是一個讚揚 你說他搞香港獨立根本是一個抗辯 因為他認為香港獨立是對的 所以你傷害不了他 也不是有信任他 但你說他普世價值不對的話 就連黃絲也不能接受一個種族主義 明白嗎 即是說當兩個人爭拗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把這件事很赤裸揭露出來 這是我們做出沒有的 這是一個很邏輯性的 所以一個抽象層次很好的人才能去 就是為什麼我永遠都說他普世價值 我永遠都不說什麼 因為黃絲心目中 但問題是 你在黃絲心目中 說你販賺好世界價值 我說這件事你是不能接受我的 我說你搞香港獨立會博我 所以我不用這個方法去搞你 我一定會用一個 你不能接受我的 你現在這樣說的話 就是這樣 明白嗎 大家做了一件事 當年六七暴動是一樣的 反對殖民地政府迫害我們中國人 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都可以的 但是你想想用菠蘿襲擊平民 在北角炸死人 無辜的人 那民意就退卻了 上面也退卻了 因為你襲擊無辜市民 襲擊無辜市民就是一個普世價值的問題 大家都不能襲擊無辜市民 但是你們說 我支持毛主席 我打倒港英政府 殖民地政府 是沒有問題的 是一樣的 所以就算他們不同意支持毛主席 你都會同意港英政府的殘暴 當然沒有問題 或者是迫害我們中國人 是有的 那時候就是大家同性的 但是你襲擊市民就去第二個層次 沒錯 當時發生的事情就退卻了 整個熱潮 大家都看到 今天也是 你去到種族主義 或者你用了過份的暴力 就退卻了 說完了 那為什麼一早就與暴力割蓆 就是這個問題 知識其果 好 我們回到國際新聞 美國其實多次要求南韓 加入那個結證網絡的行列 就是要一起抵制華為 抵制 但是 南韓繼續說不 最新消息 就是說我們是民主政府 我們就無權干涉那些企業 絕對什麼 就是由南韓政府說出這句話 當然是驚天動地 一鬼神 因為大家都知道 南韓的財閥政治 是多麼千絲萬縷 就是 一如有人說過 若然是由拜登當選 看來美韓的relationship 會崩潰 為什麼特朗普當選不崩潰呢 他立著 現在大家都會估計 拜登上台就軟化了 但是當然未必 我自己覺得 現在大家這樣猜 都是趨的 你說美韓會脫歐 港而已 這麼容易脫掉嗎 還有這麼多基地 韓國就永遠想這樣 我大約說韓國的狀況 其實韓國在2000年之後 整個美國經濟起飛 在2000年之前的起飛是不期的 韓國是最奇的 因為韓國是違反了所有原理 所有國家民主化之後都很混亂 韓國是 而所有國家到了2000年之後 那些國家全部都比一天還差 例如日本之類的 或者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也是一個地區 馬來西亞 新加坡也是另外 但新加坡沒有民主化 於是韓國這二十年來的經濟進展 是完全被中國打造的 可以這麼說嗎 他的最大的貿易夥伴就是中國 我不知道有一半 我忘記了多少 不用說了 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 不用說了 是遠遠超過美國的 所以對他來說 是完全不同的能量級 因為他和中國的貿易關係 非常之嚴謹 非常之密切 當然中國比韓國更窮 但問題是 你用一個十四億人的國家 打造五千萬人的國家 就很容易了 你照著一個 大家就是拍照 但韓國的軍事 永遠都是靠美國的 他想永遠都是這樣做的 軍事靠美國 經濟靠中國 一向都是這樣 但美國就想 吃盡兩家茶禮 中國就覺得 你經濟靠我 為什麼你要軍事 要這麼耐敗美國 中國的東西不爽 而美國又覺得很不爽 所以現在就在想 是 但問題是 你逼你靠邊 他就不靠邊 問題是 他不靠邊 他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不是香港 他本身 你兩個人都要拉攏 我就是擺明 你出了一個獎 沒錯 所以南韓國的最大間見 就是金正恩 就是擺了一個北韓 所以兩邊都要 承受他 你嘗試沒有北韓 不然你嘗試 你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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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製作美樂歌 我就剪掉你 他剪掉中國 中國是很受說的 因為中國已經沒有什麼朋友了 他剪掉美國 如果這樣 我擺明是中國朋友 然後我跟他 你又下去不好 但是南韓還有一個 就是大家很害怕他和北韓 沒錯 還有一個絕活 就是金仔 很厲害 大家一直要留意 我自己覺得 美韓之間的軍事同盟 會這麼容易脫 我就不覺得會這麼容易脫 好過日本 好過 因為韓國畢竟是沒有被佔領過的 他和美國雖然簽了安保協議之類的 但問題是他和美國的bond 是一個比較對等的bond 但是美國大咬 都說去年那條數 三百多億美金軍費 舉個嘩言 在國會上 舉個嘩言 還要嘩言之後 都要大家按這個同意制 這個才是南韓的問題 其實是咬得太厲害 我也講過了 除了三百多億美金軍費 還要一切美軍駐南韓的民職人員 另外再出糧 總之我給了軍費 你那些民職人員 你還沒給政府出糧 你又把那條數計算在南韓政府上 那裏有幾億美金 咬得太厲害 南韓說 我不跟中國做生意 哪裏有錢給你 這是問題 還有南韓是否這麼簡單 大家如果看過奧斯加最佳電影 上流幾生族 你就明白 南韓是否這麼簡單的國家 我大約講一講南韓和印度的問題 因為你的能力去了民主建設 所以你就動不了它的社會制度 你只能行動了一件事 因為你去動它的政治制度 就動不了你的社會制度 最重要的問題 你要先不動它的政治制度 你要先弄好社會 你要強硬弄好政治制度 你民主化先於社會改革 那社會就永遠改革不了 改革不了 他所說的階級 他所說的階級 你只要用很強硬的手段 理論上要搞定階級 才能搞定民主化 沒有搞過階級 南韓更加惡化 不過有一個民主的外依 如果用我的說話來說 根本就是財閥經濟的表表者 如果大家看得清楚 另外就是泰國也有反政府示威 也有多人被捕 其實過了三個月 不過就零零星星 都是要求巴育下台 和改革泰國的軍主立變制度 都不會有什麼結果 另外白俄羅斯的局勢都升溫 大規模的 其實也沒有停過 不斷在這裡 星期六天怎麼發生 其實白俄羅斯好像 跟香港上年的情況很相似 星期一至五就上班上學 星期六天就抗爭 然後政府的武力不斷升級 現在就用震撼彈 以及用橡膠子彈 拘捕的人更多 拘捕的人更多 拘捕的人進去 受審 泰國和白俄羅斯 兩個是有一個相対狀況 當你去到香港的狀況 我解釋 當你去到香港的狀況 就要有一個Supreme Being 即是說阿爺 你才能解決到 而泰國和俄羅斯 白俄羅斯 都要有一個Supreme Being 才能解決到 即是說 當你去到國內的時候 你已經說反對 那麼嚴重 你會陷入內戰 陷入一個內亂 白俄羅斯的問題就是 它沒有Supreme Being 有Supreme Being 所以它是理論上可以解決到 但泰國就沒有 泰國也有 現在就是挑戰Supreme Being 不是 Supreme Being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在國外 他在國外 不是德國 即是你要在美國 中國要在大國插手 你才能解決到問題 如果泰國 如果改變了體制 在讓步之後 你會繼續讓步 你不可以 如果沒有一個國家去拆解的話 你只是憑內部勢力去拆解 內部勢力永遠不能平衡 要打場才能不能平衡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勢力 在外面去搞 因為內部勢力是擺不平的 白俄羅斯的反對派也呼籲 25日之前 今個月 努卡申科要下台 否則就發動全國 三把癱瘓整個國家 又是那句 普京的角色非常重要 但最近我覺得有些變化 他也不想太多 吉吉斯那件事 狀況是 現在俄羅斯疫情太嚴重 普京的威望受落 現在普京禁不住俄羅斯國內 他自己都顧不住 他搞不住什麼 現在俄羅斯本身出現問題 新冠疫情是打倒了全部國家 令到全部國家都是如如欲罪 我也是分裂 白俄、紅俄、赤俄 看普京的想法 因為他在國內的威望也是減低 真的 新型冠疫情是打擊全球國家 除了中國 因為世界銀行組織都說 中國可能會是2020年世界上 唯一一個有經濟正增長的國家 最初期比幾個月前所估 但我有些擔心 人家想孤立你 但你現在突出了頭 形勢上再對 你覺得這個是對的 但比別人孤立你更差 這個世界銀行 IMF也是美帝 世界銀行是國際基金 世界銀行是負貧 當然兩樣都是美帝 你現在這樣說 中國唯一正增長 表面好聽是唐醫毒藥 大家聽到不要太妥 我覺得 但好過你不知真相 但好過你不知真相 不如這樣說 你寧願你考第一 比全班的同學討厭 還是跌了幾名 人家不討厭你 你寧願是有錢給別人討厭 還是窮人不討厭你 到最後 你一定要克服難關 為什麼你要考第一 因為美國年年考第一 習慣了人家就不討厭你了 你突然上了過來 肯讓別人討厭 你沒辦法被人討厭 你行就一定被別人討厭 即是無端端 你一來到你是太子仔 或是你應該的 無所謂 你無端端不停升職 一定會有很多人討厭 但你寧願升職還是不升職 好 今集的新聞聯播時間是這麼多 記得like share 以及介紹多些人看我們的頻道 以及去我們的亞洲電視網站 可以的話課金支持我們 下去做得更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不要說課金支持我們 我們有 我們的收費網站 是有很多exclusive的 給人看的 不是課金 是實買實買 物超所值 拜拜 明天再見